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走进东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步入到了 零基础金奖班里面的第四章 第四章讲的是关于会计的记账方法 我们在上一讲结尾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 关于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当中的第十一条 明确规定说企业应当使用的是借贷记账法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会计使用的记账方法用什么呀 我们国家让用的或者叫做必须要用的 就叫做借贷 听着啊 借贷记账法 那您一听借贷记账法 这不就是我们记账的方法叫什么 叫借贷记账法 好 我们通过这一章给大家讲解讲解这个方法 先来看一下 关于在记账的时候呢 有单式记账法 还有副式记账法 那您看我们现在且快准则基本准则让您用的借贷记账法 您说是单式的还是副式的呢 您一听既有借还有贷 那就是副式记账法 那什么叫做单式记账法呢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啊 他说单式记账法是指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 这个每一项经济业务大家也不陌生了 对吧 我们去买原材料啊 我们去这个销售商品啊等等 这都是具体的经济业务 也就是说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 我们只在一个账户中 大家对账户也不陌生 我们上一讲刚说过 对吧 说只在一个账户中加以登记的记账方法 这个那是远古时期的了 然后我们国家应该是从 当然建国以后没有马上发展经济 因为会计是伴随着经济嘛 说经济越发达会计越重要 对吧 所以我们是建国初期并没有马上进行这个经济建设 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才进行经济建设的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建国以后 从有会计的就是从建国以后的会计记载上来看 我们就早就不用单式记账法了 因为单式记账法它只跟踪钱 什么叫只跟踪钱呢 比如说我们钱多了啊 多了200块钱 我们只说钱多了200块钱 到底是什么原因多出来这200块钱 是卖产品了 还是说从银行借来的 不知道 所以说只跟踪钱 钱来了 不知道钱怎么多的 然后呢 钱如果没了呢 我们就只知道钱没了 但是花在哪里 根本无从可知 你觉得这样的记账 能够全面的系统的 去了解这个解财务状况吗 当然不可以 所以单式记账法早就不用了 大家就了解一下就完了 它只是针对于钱 只针对于钱这个账户多了多少 少了多少 所以不全面 不用 再来看一下 既然有单式记账法 那跟它对应的呢 不是单式的 就是负式的呗 所以您看 负式记账法 是指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 都要以相等的钱数 金额就是钱数 在相互关联的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账户当中 进行记录的记账方法 这就是我们说的 负式记账法 也就是说 负式记账法比单式记账法 好在哪里呢 它一定是最少两个账户 而且这既然是两个账户了 相当于是我钱多了 表示我钱多了 但是钱为什么多的 它会告诉你是卖产品了 那就是主营业务收入了 或者是从银行借来的 那就是短期借款 或者长期借款等等 所以它确实可以做到 来龙去卖都给你 就是完整的呈现出来 这就是负式记账法 比单式记账法的优越性 能理解吧 那好 我们接下来说负式记账法 你看看它有什么样优点呢 你看 负式记账法的优点 说对于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 都要在两个最少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账户当中 相互联系的进行分类记录 这样通过账户的记录 不仅可以全面清晰的反映 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 还能够全面的系统的反映 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就最终我们到底是有多少钱了 最终我们卖了多少钱 这些结果都有 然后再看 由于每一项经济业务发生之后 都是以相等的钱数 在有关的账户当中进行登记 因而可以对记录的结果 进行一个试算平衡 以检查我们账户记录 是不是正确 当然关于试算平衡 是我们本章最后一个问题 在说到的 就是因为你都是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账户当中 进行记录嘛 将来呢我们就可以对账户进行验算 我们要验算一下 看看您对不对 这是我们后话了 您先看一下 关于负式记账法的优点 其实您就记住了 负式记账法比单式记账法的最大优点 就是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看见了吗 我们把来龙去脉掌握清楚了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负式记账法的种类 在负式记账法里面 就是据我了解啊 就是主要就是有借贷记账法 增减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 当然我们国家 我刚才已经说了 1949年我们就建国了 但建国之初呢 并没有发展经济 所以你不发展经济 就没有发展那么多企业 那么企业的会计 就这个这个没有应用的 这个市场 没有应用的这个根基 所以就没有嘛 所以慢慢的我们才改革开放 慢慢的就活跃起来了这个经济 所以呢 咱们国家在刚开始建国 刚开始搞生产经营的时候 记账的方式 什么样都有 有用增减记账法的 也有用收付记账法的 到最后全都被摒弃掉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 大家都知道吧 我们是从 虽然说是从 这个七八十年代 开始搞改革开放 对吧 七十年代末 改革开放 那么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是真正我们引进外资 最 就是就是说 引进外资 那个时候是 就是最黄金的时间段 当我们引进外资的时候呢 外资不就是把外国的 有钱人引进来 我们吸引外资呀 我们要用这个 外资来发展我们国家的 就业岗位呀 发展我们国家的科技呀 等等 当我们去引进外资的时候 这些外国的资本家 第一个打的问号 您知道是什么吗 说比如说像这个 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 叫特斯拉 电动汽车嘛 特斯拉拉的老总 叫马斯克 那么如果我们要 现在要跟马斯克打电话 说我们是中央政府 然后我们现在 呃经济改革 我们要这个 邀请你们到中国来 设厂 对吧 这个开店等等 那么这时候马斯克 他第一个考虑的就是 你中国的营商环境怎么样 所谓的营商环境 就是营业商业 就电力呀 各方面保障如何 马上他就会问 哎你们中国用什么样的 会计的制度啊 比如说我们 现在的记账方式 跟人家美国的 欧洲的不一样的话 人家马斯克不敢来 马斯克说了 如果我 我本来是一个盈利的企业 我到你中国 也肯定会要赚钱 我赚完钱以后 我马上就要把外汇 汇回我美国 但是如果我用美国 我用的是借贷记账法 而你中国呢 用的是增减记账法 或者叫做这个收付记账法 那这时候 你要入乡随俗吗 所以马斯克 带着他特斯拉到中国 他要按照中国的记账方法 那有可能算出来的钱数 跟他按照美国的钱数不一样 那他要按照美国的方法 算我挣了一个亿 我要把一个亿 我要汇回我的美国 但是按照中国呢 可能还赔钱 那你要赔钱的话 你就不能把钱汇回你美国 所以对于这个 外国资本家来讲 就会形成一种制约 人家不敢来 所以我们为了迎合那些资本家 他们的顾虑 我们说你别害怕 对吧 我们为了让你吸引外资 所以我们国家 从1993年的7月1号 全国一道歧 再也如果你们企业 原来用增减记账法 你们企业原来用收付记账法 对不起都不能用了 从1993年的7月1号开始 全国所有的企业 都得给我用借贷记账法 那么这个借账记账法 是跟谁学的 跟西方国家 发达国家学的 现在欧洲 美国都是用的借贷记账法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富士记账法 它的种类有借贷 有增减 有收付 那么我们国家 从1993年7月1号起 所有企业统一采用的借贷记账法 也就是原来收付的 也不让用了 增减的也真的是不让用了 好再来看 说借贷记账法 它有没有记账的规则呀 有 什么 它有一句话叫做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你看有借方 必有贷方 这就表示 一个经济一有发生以后 我是从来龙和去脉 两个方面给你核算 这就是有借必有贷 而且借贷方 它的金额一定是相等的 因为你借贷方相等了 日后我们才能 试算平衡不平衡 对吧 好 那么通过这页PPT呢 您就了解这么一个事 就是对于太久远的事情 您也不用太纠结了 您就记着 我们国家从1993年7月1号开始 那时候还没我呢 93年7月1号 那时候还没我呢 从那一阵开始 然后呢 我们国家就统一啊 都用借贷记账法了 那么这时候你就说了 既然都用借贷记账法了 那你是不是得给我们讲啊 没错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 就是重点 浓墨重彩的说 借贷记账法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说它了啊 来看一下 说借贷记账法呀 是以借贷为记账的符号的 一种复式记账方法 复式不是单式 1993年改的 以前用的是增减记账法 当然有一些 特殊的行业还用的是收复记账法 我们就不说了啊 再来看 借贷记账法的记账符号 你看 既然用的是借贷记账法嘛 我们要重点讲解它了啊 它说记账符号 记账符号呢 是以借贷两个字为记账符号 分别代表账户的左方和右方 您看这个账户一点也不陌生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讲过了呀 您看 账户的名称 又称之为其实就是会计科目嘛 那么我们可以写一个应收账款 可以啊 你看 应收账款 这四个字就是一个会计科目 但是我把它和一横 我把它和一横一竖结合起来 就是一个会计的账户 那么所有账户的左边都叫借房 所有账户的右边都叫贷房 你看这不就是一个账户吗 所以这时候您记住了 我们国家从93年7月1号开始 所有的企业会计都要给我用借贷 记账法既然用的是借贷 记账法 它的记账符号就是借和贷 两个字 而且此时您记着 我们这个方法其实是从国外 copy过来的 是为了跟人家保持一致 吸引外资吗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从国外copy过来的 所以它完全没有汉语的意思 你不要说 哎呦这是汉语的借钱 汉语的贷款吗 不不不 没有啊 它就是表示这个账户的左边 和这个账户的右边 就是一个位置 是左边还是右边 但是具体表现增加还是减少 它要取决于这个账户的性质 如果它是一个资产类账户怎么样 它是一个负债类账户怎么样 明白 好 到这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说借和贷 看着啊 借贷只是纯粹的记账符号 成为会计上的专业术语 用来标明记账的方向 所谓的记账方向 就是左边还是右边 这是一个方向问题 那么借到底是表示增加 还是贷表示增加 则取决于账户的性质及结构 所谓的账户性质 就取决于您到底是一个资产类账户 您还是一个负债类账户 您还是一个成本类账户 它取决于这个账户的性质 好 接下来您来看一下 说借贷记账法下 账户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所谓的账户结构 就是到底要往这个账户的借方去寄 还是要往这个账户的贷方去寄 您得有个一定之规吧 对你看啊我们刚才说了 说借表示增加还是代表示增加 取决于账户的性质 就是你到底是资产类账户 负债类账户等 取决于账户的性质 与账户的结构 那么借贷户法下 账户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只要是有明确规定的 说为什么学会计 有些人觉得难 是因为你没有把会计 它这个账户 或者叫做记账的方法搞清楚 就到底多了该往借房记 还是该往贷房记 少了该往哪进 就是你这个没有搞清楚 说白了吧 就是你整个第四章的内容不会 就是借贷户法不会 会计是没法进行下去的 有时候大家跟我说 啊我背下来的这个会计分路 我说完了你别学了 真爱生命远离会计 因为会计如果靠背 它会背死你的 它一定是靠方法 靠原理 越学越爱学 越学越觉得没有负担 因为你是有套路的 事业上最长的路就是套路 明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这个套路的问题 您来看 借贷户法下 首先借贷户法是一种富士记账法的方法之一 我们是从国外学过来的 什么收负记账法类增减记账法了都不让用了 对吧 那好 既然要用借贷户借账法 借贷户下账户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每一种账户什么样的结构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了 你看 在借贷户法下 不同类别的账户 什么叫不同类别呀 有资产类账户 有负债类账户 有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有成本类账户 还有损类账户和益类账户 它告诉你 不同类别账户 它的借贷方所反映的经济内容是不同的 那资产类账户借房表示增加 那负债类账户是贷房表示增加 所以你能理解这个事吧 那好 到这为止 您还不能明白 但是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写的版书 您必须要给我多抄几遍 您多抄完几遍以后 您就有所感悟 大家看啊 我接下来给大家写的版书 您之前您还记得吗 我们给大家插过一个黑屏 黑印 就是说六大要素略加变形 变成五大类会计科末 我说这个也需要您拿笔写下来的 您要领悟他的精神的 然后第二个是 这儿您也需要领悟他的精神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儿怎么体现呢 您还记得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 一个单位所有的经济活动 是不是分成了六大块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 费用 和利润 那么这六大块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我们称之为叫做六要素 你看 我们是不是把六大块称为六要素 然后六要素 是不是略加变形 变成了五大类 看着啊 变成了五大类会计科目 看着啊 变成了五大类会计科目 那么这五大类会计科目 您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吧 什么资产类的 负债类的 所有者权益类的 成本类的 跟损益类的 您记得吧 哎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给大家 把这五大类会计科目 给它分拨 分成两拨 或者分成两大阵营 大家跟我来看 这边是第一大阵营 第一大阵营是谁打头呢 是资产类 是老大哥 资产类打头 第二大阵营是谁打头呢 是负债类打头 看着啊 这一页特别重要 负债类打头 那好 接下来 既然是资产类打头 他带着谁呢 带着小兄弟 小兄弟是成本类 你看有没有这一类 有 还带着谁呢 损益类当中的损类 你看我可没说损益类啊 我说的是损类 那么负债类带着谁呢 分成了五大类会计科目嘛 有资产类 看有资产类 有负债类 哎好像少了一个所有者权益类 对吧 对 所以你看 他带着所有者 看着啊 所有者 我就写个所有者权益类 所有者类了啊 然后您看还差谁啊 你看资产类 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 成本类和损益类 损益类当中 只写了个损类 那亿类呢 亿类在这儿了 看着啊 亿类在这儿了 这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思路 给大家讲解的 我认为他比看教材啊 或者是看辅导书 更来的快一点 所以现在您要跟我看 呃 会计的对象是什么 会计的对象 是一个单位 所有的经济活动 啊 凡是能够用货币计量的 对吧 表示资金运动的 你都得管 所以我们把一个单位 所有的经济活动 分成这六大块 就是六大要素 资产 负债 要素太笼统太官范 官范无法解决具体问题 我们要给他变成 略加变形 变成五大类会计科目 这五大类会计科目 分别是资产类 负债类 所有的权益类 损益类和成本类 没错吧 到这儿都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 我们涉及到 怎么进行记账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 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就是复式记账法嘛 所以我们要把这五大类账户 因为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 就要拿账户 来对他进行具体的核算嘛 我们要把五大类账户 给他分成两大阵营 第一大阵营是资产类打头 带着成本类 带着损类 第二大阵营是负债类打头 带着所有的权益类 带着益类 那好 接下来 大家给我看啊 这是两大阵营 两大阵营 相当于是两大类账户 这两大类账户 所有账户的左边 全是借房 这是亘古不变的 都是借房 所有账户的右边 都是贷房 看见了吗 这也是贷房 借房 贷房 看出来了吧 所有账户的左边都是借房 右边都是贷房嘛 然后您看 有什么不一样 马上就亮相了 出来了 只要是资产类账户 成本类账户 或损类账户 它的增加都是在借房 它的减少了 都是在贷房 那如果它有余额的话 它都是在借房 那既然是两大阵营嘛 所以它就正好是相反的 这张规则 那么这同学们说了 为什么是相反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您就能感受颇多 我换个颜色啊 大家给我看一下 换个黄色 您还记得我们在曾经讲 会计的六大要素形成等式的时候 第一大等式说的是资产 看着啊 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 对吗 那么如果一个具体的业务发生了 什么发生了呢 说我们企业缺钱 找银行借进来三百万 那就是从银行贷款三百万吗 这时候您看看 我们找银行贷款 是不是形成一种负债呀 我过去的交易所形成的 日后我得给人还 对吧 我得经济利益 得流出企业 就是负债呀 那么既然是负债 你看啊 这样的业务会影响到所有者权益吗 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所有权益 它并不是股东投 也不是给股东分配等等 所以就形成 我从银行借来二百万 那我从银行借来二百万 我们前面讲过 此时是不是表示 我的资产增加了二百万 你看资产是不是增加二百万 因为银行要把这笔钱 搁到你银行存款账户里面 打到你的账户 你随便花 对吧 然后是不是你的负债 也随之增加了二百万 您看看 这不是我们前面讲的 具体的经济业务发生 会不会是等事不等 里面讲到的 这不是相当于是 在所有权益不变的情况下 资产和负债都同时上升吗 那资产和负债同时上升 就是资产跟负债同时增加呀 那好 这时候我们表示资产 那就是银行存款 就是资产呗 增加了两百 两百万 没问题吧 增加两百万 那你说 是不是这个具体的业务 使资产增加了两百万 也使负债增加了两百万 这没错吧 你这不是想你资产上升两百万 你负债也上升两百万吗 那么这时候我们在进行记账的时候 你已经把资产的增加 搁到借房了 你知道在没有用到所有者权益 这个要素情况之下 只要资产上升了 负债肯定会上升 那么负债再上升也是增加 你说负债增加 搁哪 你说也搁借房 那要也搁借房的话 相当于是搁在这了 那要搁在这的话 相当于是我从银行 借进来了钱 我的资产上升了 我的负债也上升了 那就是我借银行存款 我借短期借款 这就不是人家外国用的 借贷记账法了 这就变成借借记账法了 对吗 那要是借借记账法的话 都是借房 你说还能看出来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人叫借贷记账法 所谓的富士记账 一定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吗 你不能都扎到一个方向去 所以您记着啊 通过这个等式您就能看出来 只要所有者权益不变 资产只要上升 负债就肯定跟着上升 那么资产的上升是资产增加 搁到借房 那么负债肯定也上升 负债上升搁哪 搁到贷房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笔业务就圆满了 它叫什么 你看这时候你看 我们就可以这么写 借 因为找银行借的钱嘛 就用借银行存款 看着啊 我写借银存吧 然后贷 比如说三个月就要还 贷短期借款 看着啊 贷短期借款 您看看 这多好啊 这不就是符合人家外国的 借贷 借账法了吗 所以您看 您的银行存款是资产 资产多了200万块钱 就往借房去借 往这个账户的左边去借 同时负债也上升了 就往这 他这个账户的贷房去借 您看这不就贷短期借款 200万吗 哎 你看这样的方法 是不是一看 哦 果然 借贷 记账法 他自己 哎 这个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科学合理 那么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现在缺钱了 其中有一个股东说了 哎 我们家刚拆迁 有有钱 我再投600万进来吧 那相当于是我们并没有找人借钱 是 需要股东投资啊 此时是不是我们公司又多了600万 我们公司又多了600万 表示我们的资产里边的银行存款 又多了600万 我写这600万 那么这笔钱是谁来的 那是股东投的呀 所以相当于是没有用到负债 相当于是没有用到负债 为了表示这个等是相等 是不是我资产上升了600万 我的所有者权益也是上升了600万 那也就是说 在负债没有变化的情况之下 资产只要上涨 所有者权益必定上涨 那么资产上涨占据了借房 所有的权益必定上涨 就不能占据借房了 只能占据贷房 那么通过这一点你会发现 负债跟所有者权益是一样的道理 它因为是处于跟资产 都是等号左边和右边吗 只要资产上升了 负债就等号右边 负债跟所有权益 总有一个跟着上升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资产上升是借房 负债跟所有权益上升 那就是贷房 对吧 上升就是增加吗 所以你看 是不是负债类 是不是所有权益类 增加都在贷房 减少都在借房 所以如果要是有无额的话 就在贷房 好 这是特别特别关键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 积业贷债法 到底该如何使用 我们是不是把五大类账户 分成两大阵营 看见了吧 分成完两大阵营以后 你就知道了 第一大阵营的增加都在借房 减少都在贷房 余额都在借房 正常来讲 然后第二大阵营呢 增加就跑到贷房去了 然后减少在借房 这就是曾经我们在面售的时候 有同学就想不开 说为什么增加 寄到这个贷户的借房 而负债类的 所有权益类的 要增加就在贷房 他就问我为什么 我说 只要资产增加了 只要资产增加了 那就是等号左边有上升 那么等号的右边肯定有上升 不是负债 就是所有权益 对吧 那么既然都上升了 资产占据借房 负债跟所有权益 就不能再占据借房了 如果再占据借房 那就会形成借借记账法 那就不叫借贷记账法了 我不知道这么解释 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或者你这我不能理解 但是你越往后学 你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 柳安华明都遇村了 啊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资产类 看见了吗 它的增加在借房 减少在贷房 负债类所有权益类 增加在贷房 减少在借房 那么成本类 比方是生产成本啊 制造费用 也是借房在 这个表示增加 贷房比较减少 还有损类 损类呢 就是我们后面会讲的 什么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等等 它都是增加 都是在这个借房 那为什么呢 您看啊 我们的损跟类 正好是相反的 损是表示这个企业损失 益是表示这个企业收益吗 所以他们的基障规则 一定是不一样的 损和益 它毕竟就是对应的嘛 就是冲突的嘛 对吧 跟它成本类放到一起 其实这个损 就体现出一种费用嘛 啊 这是一种费用 呃 其实成本类 也是一种费用 所以我们后面 也会讲到关于 这个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的事情 您现在呢 就理解上 呃 损跟益 肯定是各自站一边 所以我们在进行 规则分类的时候 就把损 跟着成本类放到一起 因为它都属于费用 那都属于大 大费用里边 包括小费用 小费用才包括 什么期间费用 损就属于期间费用 还有成本费用 你先了解到这 就够了啊 所以现在 这一页PPT 您要把哪个记下来 您要把 五大类阵营 资产类 成本类 损类 负债类 所有权类 亿类 然后把两个借字写上 两个贷字写上 然后再把这个加号写上 这个减号写上 这个余额写上 然后这边加号写上 减号写上 余额写上 这时候就表示 您真的是 懂了会计最核心的 那种记账的方法 93年7月1号 我们全国统一 都是用的 借贷记账法 好 那么我们 说完了这以后 再一个一个来看 你会发现 我讲的还挺对的 您看 首先先来说 资产类账户的结构 看资产类账户 说 它的记账规则呢 是借方 表示增加 如果你资产多了 就要记到这个账户的借方 然后你资产要是少了呢 就要记到这个账户的贷方 如果有余额的话 就是在借方 所以您看 这就是资产类的账户 左边是借方 右边是贷方 那么这个资产类账户 我们刚才说了 一说类 就是表示一个大类 它里面一定有具体的类别 比如说 这个资产类账户 就是我们说的 应收票据 看见了吗 应收票据 这就是一个 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资产类 把应收票据 跟这个一横 一竖 加到一起 不就账户了吗 这就是应收账款的账户 那么我们有 这个应收票据 或应收账款 像期出余额 加上资产的增加 减掉资产的减少 就变成 资产的期末余额 比如说应收票据也好 应收账款也好 期出余额是1000万 然后就增加了 400万 对吧 我们把东西卖给人 对方 对方没给我钱 给我开这张商业会票 或者压根 连票都没开 就应收账款 反正就是我应该 能涨到要钱的权利 就把货发出去了 你欠我钱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没想到 收回来了 其中的200万 你看到资产期末的时候 就是这个应收票据 是多少钱 1000加400等1400 1400-200等1200 这不就出来了吗 资产的期末余额1200吗 所以你看 借方它的期末余额 因为它是资产类的账户 它的余额就是在借方 所以你看 借方的期末余额 等于借方的期出 加上借方的本期发生 减掉贷方的本期发生 一下子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资产类账户 那么这个资产类账户 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吗 对吧 借增代减 余额在借方吗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看这个单项选择题 他说 在借贷借账法下 你要大声的告诉我 咱们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1993年7月1号开始 所有企业都要用外国人 用的这种借贷借账法 借方和代方这个 在借贷借账法下 他说资产类账户的结构 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就在学它的结构 是哪边记多 哪边记减 记减 不就结构吗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吧 说借方啊 既增加 代方啊 既减少 余额呀 在借方 太对了吗 你一定选A呀 再看 代方既增加 代方既增加的是谁呀 是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 你看见了吗 在代方才是表示增加的 所以肯定就不对了呗 他说 借方既增加 代方既减少 一般无余额 是有余额的啊 资产类账户 我们是有余额的 比如说什么银行存款呀 扩存现金呀 应收票据呀 你不能说到月底的时候 我明明有银行存款600万 然后你说没余额 完了 银行那钱也不给我了 不可能啊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或者称之为叫做 资产类账户 就是实账户 就实实在在的 会有余额的账户 称之为叫做实账户 所以大家可以看 资产类账户 它是属于实际就有的 叫做实账户 那么跟这个实账户 所对应的还有一种说法 叫做什么虚的账户 那么哪些叫虚账户呢 比如说像榫一类的 它就属于虚的 将来到月底 它是不能有余额的 要转到本年利润去的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好再来看D 代方既增加 只要说代方既增加 就不对了 那这要听他选的是A 您看资产类账户的 借账规则 借增代减 余额在借房 对吧 好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种负债类账户的结构 关于负债类账户的结构 不在这儿了吗 看见了吗 负债类账户的结构 代增借减吗 代增借减 好我们来看一下 负债类账户的结构 它是代方表增加 借方表减少 要是有余额的话 是在代方 您看负债类账户 比如说我们 是哪个负债类账户啊 哪个负债类呢 那就是 你看上一个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叫做应收票据嘛 那这个我们就来个 应付票据吧 都是我们的科目啊 应付票据 您看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 这四个字叫会计科目 给它搁到这一横一竖里边 简易的账户嘛 就账户了 是吧 应付票据的账户 因为它是一个负债类账户 别忘了 甭管是资产类账户 还是负债类账户 只要是账户 所有账户的左边都是借房 所有账户的右边都是贷房 但是哪边表现增加和减少 就不一样了 负债类账户多了 就应该往贷房去寄 为什么 因为资产类账户多了 是往借房寄的 所以负债 你资产要多了 在所有权益 没有变化情况之下 负债肯定多 但你资产多了 占据借房 你负债再多 就不能占据借房了 只能占据贷房 所以您看 是不是贷房就表示 负债它的增加额 看见了吗 负债的增加额在贷房 负债减少额在借房 它的期出余额是在贷房 期末余额是在贷房 所以您看 贷房的期末余额 等于贷房的期出 加上贷房的本期发生 就是本期增加 减掉借房的本期发生 这就是负债类账户 应付票据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 2月1号 就期出吧 我们的负债的期出余额是700万 然后呢 我们又给人家开了很多商业汇票 就买人家东西 没给人家钱嘛 然后我们又开了 70万的商业汇票 然后有一些商业汇票到期了 我们还了30万 那您看看 我们到期末的时候 我们还有多少期末余额呢 那就是700万 看见了吗 期出了700万 然后加上70万 然后减掉30万 相当于还有740万 看出来了吧 740万 这是关于负债类账户的结构问题 那么你看看 我们已经把资产类跟负债类都学完了 相当于是资产类学完了 负债类学完了 这是两大阵营的两个老大哥都讲完了 那后边的还不就是跟他们一样了呗 所以你来看一下 再提到所有者权益类的时候 那跟负债是一样一样的呀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啊 好 我们先来看一道题 在借贷借账法下 负债类账户的结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又来了 说既然是负债类账户 它的增加都在贷房 对吧 他说借房级增加肯定不对 它是贷房级增加 然后借房级减少 余额是在贷房完全正确 所以肯定是选B的 您再看 什么借房级增加 只有资产类成本类 还有损类才是借房级增加 对吧 然后说贷房级增加 借房级减少 一般没有余额 不不不 负债是要有余额的 比如说您欠员工的应付职工薪酬啊 欠税务局的应交税费啊 还有欠银行的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等等 你这些东西不能说到月底了 明明欠了三千万 然后下月月初说了 我不欠了 没余额了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 什么账户 它也是我们的实账户 它并不是我们的虚的啊 并不是过度账户 它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要记载的这个账户 所以负债类我们就说完了 应该选的是B 看负债类账户的记账规则 是贷增借减余额在贷房吧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关于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结构 您看跟负债类账户是相同的 所以没什么可说的 记账规则负债怎么说的 负债是贷增借减余额在贷房 那么所有权益也是贷房表示增加 借房表示减少 如果有余额的话是在贷房 所以您看 这是一个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比如说实收资本吧 实收资本是所有者权益账户中 最简单的一个账户也是最常用的 实收资本 那么所有账户的左边都叫借房 所有账户的右边都叫贷房 您来看 实收资本 所有者权益的期出余额在贷房 所有者权益的本期增加 比如说新的股东啊 或者是原有股东追加投资 对吧 原来我们有实收资本是 比如说一千万 然后又有股东给我们投了 二百万 还有一个股东撤资 股东撤资不就是所有者权益的减少吗 比如说减少了一百万 那这时候您能知道它的期末余额吗 很简单呀 期末余额就是期出的一千 加上本期增加两百 一千二 一千二再减掉一百等于一千一 所以您看 这时候我们的贷房期末余额 看贷房的期末余额 等于贷房的期出余额的一千 加上贷房的本期发生额两百 减掉借房的本期发生额一百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结构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损益类账户 这一说损益类账户 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这个吗 看 这是损类 这是益类 那要是损类的话 它就跟资产类是一样的记账规则 那要是益类的话 它就跟着负债类账户是一样的记账规则 只不过损益类账户 它是属于虚账户 所谓的虚账户 就是它到月底的时候没有余额 为什么没有余额呢 就是到月底的时候 这个老板或者叫做一个财务报表使用人 他一定要让他的收益和他的损失去PK一下 那么怎么去PK呢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账户叫做本年利润 就是把这个账户 比如说主要业务收入啊 其他业务收入啊 主要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都转到本年利润去 用这个账户呢 来核算一下 我到底是挣的多还是赔的多 所以这时候他们都是虚的 所谓的虚账户是不能有余额的账户 到月底都要转走 这个我们是贯穿学习的始终 以后我们还会给大家讲 很多很多损益类科目 到那时候我们再说啊 好 大家跟我来看 关于损益类账户 我们先来说一下损益类账户的损类账户 损益类嘛 它是两个对吧 不同的 那么损类账户 其实又称之为叫做什么 费用类账户 又称之为费用类账户 它的借账规则 你要知道损失跟资产类是一样的 借增代减 所以您看一下 是不是借增代减 说期末没有余额 为什么没有余额呢 因为它是一个虚账户 它是一个虚账户 将来我们到月底 是要让它跟另外一个虚账户 损益类去PK的 所以大家跟我看一下 关于费用类账户 就是损类账户 比如说我找一个吧 像管理费用 看见吧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这都是对吧 科目嘛 管理费用就是个科目 把这几个字删掉 那就是管理费用 这个科目 然后搁到这里面 就是个账户 所有账户的左边都是借房 所有账户的右边都是借房 这时候您看看啊 它没有余额 它没有期出余额 所以它只能体现出 当期它的增加额 您看费用 因为它是损类科目嘛 损类账户嘛 它是跟资产类是一样的 跟资产类是一样的 那肯定是增加都是在借房 那么减少或者叫截转额 都是在贷房的 怎么截转 从相反方向转走 这个日后再说 所以我们的本期发生额 就费用的增加额合计 减少额合计 期末没有余额 您先了解到这 说我们为什么要合计呢 就是你管理费用 这一个月 你可能陆陆续续会花很多嘛 你花了20万 又花了5万 所以最后我们给它加到一起 就完了 您知道一下 关于损类科目 我们是没有余额的 损一类都没有余额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损一类里面的一类 收入类其实就是一类 看着啊 一类账户计账规则呢 它是跟负债类 跟所有的权益类保持一致的 它是增加这种收益 在贷方 如果要是减少了 或者是截转了 都在借方 大家给我看一下 贷增 借减 期末没有 余额 看出来了吧 那您看一下 这个收入类账户 是什么 主营业务收入 看着啊 主营业务收入 比如说吧 就说主营业务收入 那么它跟负债类一样啊 贷增借减啊 所以这边 所有账户的 左边都是借 所有账户的右边都是贷 所以在贷方比较增加 收入增加 如果要是减少 或者我要截转走的话 都在借方 所以期末没有余额 完了 你看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讲的 两大阵营是如出一辙的 只不过这边是单独 每一个给你介绍一下 我呢 是犯成两大阵营里面 给你归类了 更好理解 是不是 好 大家跟我来看 说对于收入类账户来讲 您在学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记住了 只要一说收入类 就是益类 好事吗 就是损益类当中的益类 对于益类账户来讲 哪个是正确的 因为益类账户 它是跟着负债类 跟所有者权益类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 说增加额 进入账户的借房不对 它跟负债类 跟所有权益类一样 它是第二大阵营 增加都是应该在带房的 您看增加额 进入账户的带房 完全正确 所以选的是B 期末结转之后 有余额吗 这种损类账户 和益类账户 就是统称为损益类账户 是没有余额的 他说有余额也不对 选什么应该选的是B 看见了吗 这种收入类账户 就是益类账户 增加额 进入到这个账户的贷房 本身这个账户的贷房 是贷主用有收入 贷其他有收入 如果是减少额 就进入到这个账户的借房 所以你要知道借贷方的问题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那就是成本类账户 成本类账户 是我们刚才说 两大阵营当中的第一大阵营 是资产类 是个老大哥 带着成本类 带着损类 对吧 损就是费用类吗 所以在这里面 你一看到成本类 它一定跟资产类 是保持一致的 而且成本类 它变相的 就是表示资产的 另外一种形式 所以它是有余额的 它是属于10账户 它是属于10账户 那也就是说 资产类账户 负债类账户 所有者权类账户 和成本类账户 都是10账户 唯独损一类 甭管是损类 还是一类 它是需账户 所以您看 成本类账户 它的计账规则 如果是增加 还是借房 减少在贷房 期出期末余额 都是在借房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 对吧 余额在借房 所以您看 成本类账户 比如说有一个科目 叫做生产成本 看着啊 生产成本 所有生产成本 是一个会计科目啊 所有账户的 左边都是借房 右边都是贷房 那么这时候您看看 我们给它搁到账户里面 成本的期出余额 在借房 成本的增加在借房 成本的减少在贷房 所以成本的期末余额 就是在借房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把会计 我们提到的五大类账户 它的计账规则都讲完了 无外乎是五大类账户 分成两大阵营 第一大阵营是资产类打头 带着成本类 带着损类 他们的计账规则 统一都是增加 在借房表示 减少了在贷房表示 除了损类之外 其他有余额都在借房 那么第二大阵营呢 是负债类是老大哥 带着所有的权益类 带着异类 他们的统一的计账规则 就是增加都在贷房 减少都在借房 要是有余额的话 都在贷房 对吧 好 接着我们来给大家 看看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 其实就是前面内容的 归纳和总结 您看 甭管是哪个账户 就账户名称嘛 你可以是资产类的银行存款 也可以是负债类的短期借款 也可以是所有的权类的 实收资本 也可以是成本类的制造费用 也可以是损益类的 什么主营业务收入啊 主营业务成本等等 任何一个都可以啊 就账户的名称嘛 把它放到这儿 不就放到一个账户里面去了吗 这边就是借房 这边就是贷房吗 看出来了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 如果是一个资产类的账户 资产的增加都在借房 资产的减少都在贷房 如果是一个负债类账户的话 负债增加都在贷房 减少都在借房 你看是不是负债减少 负债增加 如果是所有者权益的话 你会发现 它跟负债是一样的 所有者权益的减少在借房 所有权益的增加在贷房 如果要是属于成本呢 你看甭管是成本类的账户 还是损益账户当中的损 就是费用账户 增加都是在借房 看见了吗 增加都是在借房 减少都是在贷房 如果要是损益类的益 就是收入 它的增加都是在贷房 减少都是在借房 因为它是益类账户嘛 益类账户是跟负债的账户 跟所有权益类账户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看谁有余额 凡是10账户都有余额 比如说资产是10账户 有期末余额 负债是10账户 有期末余额 所有者权益是10账户 有期末余额 成本是10账户 有期末余额 说了半天就谁没有 就是损益类科目 所谓损益类科目 就是收入它是没有的 还有费用 就是这个损类科目是没有的 这是跟大家说的关于借贷记账法的 一个记账的规则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归纳总结 您来看一看啊 关于这个借贷记账法下 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您来看一下啊 这个账户我们分成资产类账户 负债类账户 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损益类账户当中的益 您看这是属于损益类账户当中的收入类吗 就是益类账户 对吧就这个 还有损益类账户当中的费用类账户 其实就是损类账户 以及成本类账户 您看看这五大类账户 它的记账规则 就是我们账户的结构 你看资产类跟资产类和成本类 其实是一样的 还有损类是一样的 你看都是借增代减 加就是增的意思 对吧 好 那么说到这儿 这个规律总结完以后呢 我们再用表格的方式 给大家重新的再梳理一下 您来看我们的六大要素 是不是略加变形 变成了五大类账户 这五大类账户 分别是资产类账户 是第一个 负债类账户 是第二个 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是第三个 然后我们还有损益类账户 当然损益类账户 是分成损和益 您看损益类账户当中的益类账户 这是损益类账户当中的损类账户 我们把它分成第四类 然后第五个就是成本类账户 您记得吧 略加变形变成了五大类会计科目吗 或者叫五大类账户吗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类账户 它的结构是怎样的 比如说资产类账户 和这个成本类账户 以及损益类当中的损类账户 它的借账规则都是一样的 借房比较增加 贷房比较减少 您看借增 贷减 对吧 然后您再看 这也是借增 贷减 借增 贷减 但是负债类账户 跟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以及益类账户 它是贷增 借减 所以您看 负债类账户 所有权类贷增 借减 贷增 借减 看出来了吧 那么他们的余额都在哪 我们说有实账户 有虚账户 资产类是实账户 它的期末余额在借房 负债类所有权益类 也都是实账户 它的期末余额都是在贷房 损益类账户 是没有余额的 所以您看 期末无余额 期末无余额 那么成本类账户呢 也是实账户 它的余额在借房 看见了吗 期末余额在借房 所以你看 它的期末余额怎么算出来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什么借方的期末余额 得借方的期出 加上借方的本期发生 减掉代方的本期发生 你会发现 它的余额在哪边 如果余额 甭管是期出余额 还是期末余额 余额在借房 它的本期发生额就增加 本期增加发生额就在借房 如果它的余额在代方 那么它的本期增加就在代方 您看出来了吧 比如说资产类 它的期末余额是在借房吧 那么它一定是加上 本期的借房发生额 看见了吗 加上本期的借房发生额 如果是负债跟所有权益 它的代方期末余额 等于代方的期出 加上代方的本期发生 它都是加上本方 减掉对立方 那就是以这个余额方 作为本方来讲的话 所以加上代方的本期发生额 减掉借房的本期发生额 这个好理解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又看 损益类是没有的 那么成本类呢 借房借房余额 等于借房的期出 加上借房的增加 减掉对应方代方的减少 好 然后接下来您看 我们在这里边 又给大家回顾了 这么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您还记得吗 是会计的第一大等式 和第二大等式混在一起 我们当时说的是 会计的第一大等式 是资产等于负债 加上所有者权益 第二大等式呢 是收入减掉费用 等于利润 而且我们说过 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利润是属于所有者的 所以我们在所有者权益 后面就可以加上 收入减费用 您看对不对 我们当时是不是说 第三大块等式 就是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加上括号收入减费用 然后现在我们把括号打开 是不是可以把等号 右边的减费用 给它调成等号左边的加费用 那要调成等号 左边的加费用 这不就变成了资产 加上费用 等于负债 加所有权益 加收入吗 那有人突然说 这干嘛呀 这是其实没什么用处 就是想告诉大家 您会发现 我们最后的记账规则 如果用它来看的话 也挺简单 等号的左边 看见了吗 等号的左边 甭管是资产类的账户 还是成本类的账户 因为费用里面 是包括成本的 费用里面是包括成本的 然后费用里面 也包括损 所以不管是资产类的账户 还是成本类账户 还是损类账户 它的增加都是在借房 减少都是在贷房 那等号的右边呢 甭管是负债类账户 收入权类账户 还是一类账户 增加都在贷房 减少在借房 对吧 所以您看一下 等号左边的要素 都是借增代减 等号右边的要素 都是代增借减 所以你说 哎我不知道 不知道也无所谓 这个跟你只要前面 这些内容都掌握了 说句最实在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都掌握了 就够了 就是我们刚开始 给大家我画的 这个两大阵营 你如果能把 这两大阵营都会了 后面这不就是 我说的那个内容的 具体讲解吗 对吧 一二三四五 归纳总结 再加上这个总结 对吧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也是有一曲同工之妙的 对吧 你感受一下就好了 确实等号的左边 它就是借增代减 然后等号的右边呢 它确实是代增借减 对不对 您知道一下就好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已经把 会计原理当中 最最重要的 就是下笔 如有神 对吧 你就是一定要会下笔 这个下笔 其实就是 你一定要会记账的方法 我们已经把记账方法 给您讲完了 您觉得难吗 无外乎就是 六大要素 是我们要核算的对象啊 我们把六大要素 略加变形 变成五大类会计科目 把五大类会计科目 分成两大阵营 第一大阵营是资产类打头 第二大阵营是 负债类打头 第一大阵营是 资产类带着成本类带着损类 第二大阵营呢 是负债类带着所有的权益类 带着益类 那么他们的计算规则 正好是相反的 第一大阵营增加在借房表示 借什么什么 然后第二大阵营增加在贷房表示 为什么是这样的 是来源于会计的第一大等式 因为会计第一大等式 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权益 当资产只要上升 负债跟所有权益 必定有一方跟着上升 甚至两方都跟着上升 那么如果资产上升 不能再占据借房 就只能占据贷房 所以说负债跟所有权益 增加就在贷房 因为资产的增加 已经告诉你在借房了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既用到了借 也用到了贷 我们称之为叫做借贷 记账法 既然有借又有贷是两个嘛 称之为负式记账方法嘛 它比我们国家原来用的 什么增减记账法呀 收复记账法呀 更加国际化 国际上都用这个方法嘛 所以我们就随之 就跟着一起用了 明白吧 好 如果你说老师 我还没学明白 没关系 因为以后所有的内容 它都离不开借贷记账法 我都会每一个具体业务 发生的时候告诉你 借什么什么 贷什么什么 为什么是借呢 因为现在银行存款增加了 所以我们要用借房 你就会想 哦 银行存款是资产类增加 果然是在借房 我也会告诉你 哦 实售资本增加了 哦 它在贷房 你知道实售资本是所有权益类 增加了 果然在贷房 所以我会数次 反反复复的去印证 这个借账规则 去印证这个原理 明白了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题目吧 它说费用类科目 大家看一下啊 或者叫账户 费用类账户 或者叫做成本类账户 它的借房登记的是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 是两大阵营啊 是资产类的账户 带着成本类的账户 还带着损类的账户 你费用不就是损吗 他们的借账规则是 如果要增加是借什么什么 用这个账户的借方 左边 所以大家看一下 借方登记的是什么 是增加呀 你看增加发生额 减少发生额 增加或减少发生额 这个不可能 要么是增加 要么减少 因为会计 它最讲究的就是数字 数字最讲究的就是准确 怎么才能准确 要么加 要么减 你不能说一会儿加 可能加 可能减 就是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它说增加或减少不对 本期的截转数也不对 因为本期的截转数 这块 它确实是属于损位 它要是截转的话 它就相当于是减少的意思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它一定是从贷方来表示的 那么借方登记的一定是增加多少钱 所以选什么 应该选的是A 看见了吗 那就是费用类账户 或者叫做成本类账户 它的借方登记的是增加发生额 贷方登记的是减少发生额 完了 好 再来看 预付账款这个账户 它的期末余额等于什么 你看啊 它现在不再说是大类了 刚才还说的是成本类 它并没有说每一个 它并没有说某一个具体的科目 或者叫具体账户 它没说具体账户 它说的是一大类 对吧 然后这道题呢 我们开始说具体账户了 我们说的是预付账款 那最起码的我得知道说预付账款 看着啊 最起码的预付账款 这四个字我知道是一个会计科目 但是我给它放到这里面呢 它就是一个会计的账户 那么所有账户的左边都是借方 所有账户的右边都是贷方 现在就问大家 预付账款这个账户的期末余额等于什么 哎呦 它的期末余额等于什么 我得知道它期出余额在哪 然后加上什么减掉什么 就等于期末余额了 对吧 那么第一个你要界定出来 预付账款是按照经济内容来分 是哪一类的会计账户 它是哪一类的呢 它是我们前面 我们应该是第 第三章会计科目和会账户来讲的 预付账款 您不信可以翻一下讲义啊 翻一下之前那个 预付是一种资产类的账户 所以我们现在说了 哦 原来它是属于资产类账户当中的 一个叫做预付账款 那既然是资产类账户 它的期出余额在哪 哎 期出余额是在借房 那它本期增加的发生额呢 是在借房 那它本期要减少了呢 就是人家给它发货了 它的预付账款就少了吗 减少在贷房 那么它的期末余额在哪呢 是在借房 所以大家根据这个一分析 哦 终于你看我们上一道题还考了大类 这终于考到具体的快账户了 你看 说既然它是一个资产类账户吗 期出余额加上本期借房发生额 它不能是加上本期的贷房 你看这小题说的是 加上贷房不对 加上本期借房 加上本期的 这个A就不对了 然后就是期出余额 加上本期的借房发生额 减掉本期的贷房发生额 所以应该选的是B 你看 选B 想的是 期出的余额 加上本期的借房发生额 减掉本期的贷房发生额 就等于期末余额 所以选B 您再看C 期出的余额加上本期贷房吗 不行 它的期出余额 期末余额是跟本期增加在一方的 你不能加上贷房 因为你期出期末都在借房 所以它不可能加上贷房 再看期出余额 减掉本期贷房也不对 你不能是加减都不对 所以这道题归根结底 只能选B 期出余额 加上本期的增加 借房增加 减掉本期的贷房 发生额的期末余额 选的是B 看出来了吧 预付账款属于资产类账户 该账户的期末余额 等于期出余额 加上本期的借房发生额 减掉本期的贷房发生额 好 那么如果我们带个数进去的话 比如说预付账款 我们原来 我来个换个颜色 我们带个数进去的话 比如说原来 预付账款 它有期出余额是 1700万 然后呢 它又预付出去了300万 看见了吗 1700加上300 2000吧 然后人家对方收了他的钱 有的给他发货了 给他发了100万的货 那给他发了100万的货 其实相当于是他预付的钱 其实这个资产就变少了 因为你得到货了嘛 那么这时候 你看他的期末余额 是1700加上300 等于2000 2000减 100等于1900 看见了吗 所以该账户的期末余额 等于期出余额1700 加上本期 借房300 减掉本期 代房100等于1900 你看 能看出来吧 这就是告诉你 一个账户的四个金额要素 该怎么用 这四个金额要素 到底是应该搁到借房 还是搁到贷房 取决这个账户的性质 你是哪类账户 你是资产类的 你还是负债类的 以及你发生的这个事 是使你这个账户增加 还是使你这个账户的钱减少 对吧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列符合借贷记账法 记账规则的 是哪个 又在考核大家记账规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你要学不会它 会计就没法进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哪个是符合借贷 借账法 借账规则的呢 说资产类账户增加 是寄贷房吗 不对 资产类账户增加 是在借房 比如说预付账款 刚刚讲的 银行存款 过存现金 只要有增加 都是在借房 并不是在贷房的 再来看 负债类账户增加 是在贷房吗 对 减少是在借房吗 完全正确 所以B是对的 再来看 收入类账户 您记着 只要听到收入类账户 它是属于亿类账户 亿类账户 是跟负债类 跟所有权业类是一样的 所以您看 亿 看着啊 亿类账户增加 既贷房 减少借房 所以这是对的 增加就是在贷房 再看一下 D 费用类账户 这个费用类账户 就是损类账户 看着啊 损类账户增加 既贷房吗 不不不 损类账户 它跟资产类账户一样 跟成本类账户一样 它要增加了这个损 比如说财务费用 增加两块钱 或者是销售费用 增加三万块钱 这是我们要借销售费用 借财务费用 所以这种损类账户 它增加应该是 进入到借房 啊 它减少才是进入到贷房的 所以也不对了 那么这小题 应该选的是B和C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资产的借账规则 是借房表示增加 就借家 贷减 余额在借房 负债的借账规则 是贷房表示增加 借房表示减少 余额在贷房 收入的借账规则 就是E嘛 它是跟负债类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 它是贷房表示增加 借房表示减少 期末没有余额 费用的借账规则 就是损嘛 它是借房表示增加 贷房表示减少 期末没有余额 看出来了吧 这是关于借账规则的问题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道题目 期末一般有余额的账户是什么 我们说只有10账户是有余额的 谁是10账户 资产类账户 负债类账户 收入权账户和成本类账户 对吧 您看一下 资产类账户是有余额的 成本类账户是有余额的 负债类账户是有余额的 只有虚账户 就是损益类账户是没有余额的 题目问的是 一般有余额的 应该选的是A BD 您看 损益类账户 接转之后是没有余额的 它是属于虚账户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把 当下 国际上通行的 会计记账的方法 讲完了 也是我们国家 从1993年7月1号开始 你想 1993年 我们马上就要快到 2023年 对吧 那现在快30年了 我们国家都已经用了 相近30年的 企业会计的记账方法 就是借贷记账法 讲完了 借贷记账法 讲完了 然后 您一定要把它掌握的 非常之清楚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话的那个两大阵营 是资产类打头 带着成本类 带着损类 负债类打头 带着所有的权益类 带着益类 它的记账规则 借账 账 什么账 借账 等等 一定要分的非常清楚 因为日后我们学的 任何一个具体的业务发生 都离不开 账户 那么用到哪个账户 马上就会问 用到这个账户的借方 要寄到这个账户的借方 还是寄到这个账户的贷方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啊 所以你要知道 哦 如果是资产类账户的话 它确实表示 我的原材料增加了 那么我的资产增加了 就应该是借原材料 表示我原材料增加 如果要原材料没了呢 或者是发出了等等 减少了 我们要用到这个账户的贷方 所以你一定要会分析 我说会计不能背吧 它完全是靠你用这样的 会计的记账方法 就是这个借贷记账法 来根据结合具体的业务 来确定用哪个账户 以及用哪个账户的借方 还是用这个账户的贷方 对吧 那么我们本讲 其实说的 含金量是最终的 关于借贷记账法的 记账规则问题 那么下一讲呢 我们会跟大家说说 会计归根结底 是一种语言 所谓的语言就是说话吗 那么我们接下来会计真正说话 它的输出方式 是用会计分路来进行的 所以下一讲 我们给大家讲 会计分路的概念 就什么叫会计分路 以及会计分路 怎么把它写出来 那就是我们所有 刚才学的这个 借贷记账法 是一种思路 或者是用模型 是你脑子里边想的 然后真正落笔 你是要写到 记账凭证上的 写到记账凭证上 我们后面就会讲 记账凭证 还有个小名 就叫分路凭证 为什么叫分路凭证 因为我们在记账凭证上 写的就是会计分路 会计分路 就是你把所发生的 具体业务 运用你会计学的 这些理论知识 和记账方法 给它书写出来的方式 就叫会计分路 就是分路 其实又可以理解成是 分门别类的来记录 又一次体现出会计 它就是一门分类的艺术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把 借贷记账法 它的记账规则 给您讲完了 大家务必要掌握 掌握哪一个 还是这句话 您掌握这个 务必要掌握 我给大家画的 这个两大阵营 必须要掌握 什么资产类 什么负债类 借 借增 代减 余额在哪 等等 必须要掌握 好吧 那么本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同志们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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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